早安 今天是11月15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叫金融导师陈正芯和谭凯云陪你一起开市 Ryan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安各位 今早我想大家都在看着市场对于美国方面的息口预期 转得更加严重 因为美国出来的通胀数据就比预期低 这件事我自己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比较重视的一件事 美股方面有预期的会减息和债息回落 本港方面其实昨晚就传出内地有机会有一个1万亿的救流市措施 以及今早内地报章也有不少报道说到 未来预期降准会出现 加上10点钟会有三头马车数据公布 所以今天左右着大市走势非常多的信息 稍后Ryan 会和我们逐个拆解逐个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 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道指一度升近600点 纳指升2% 美国10月份通胀进一步舒缓 加息预期降温 美国10年期债息跌穿4.5厘 三大指数高开之后持续做好 道指最多升593点 收市升超过480点 收报34827点 升1.4% 标志升1.9% 收报4495点 纳指升326点 收市升穿4.14,094点 升幅2.4%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2.2% 欧洲股市做好 法国和德国股市升幅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普遍向上 Tesla上日升4%后 昨日再升6% Intel升3% Amazon和NVIDIA都升2% 苹果都升超过1% 以月托证券形式 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美团给本港收市高超过4% 折合113.08元 今日公布业绩的腾讯 未来公布业绩的阿里 都给本港上日收市高超过3% 腾讯折合317.47 阿里折合81.82 汇控给本港收市高超过1% 折合59.12 阿泰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2% 升633点 最新报33,329点 首义统合指数升44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11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134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最新升超过400点 恒指升17,800点水平 稍后对原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现在全球聚焦在美国的CPI数据 和大家简单报导 昨天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 10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 按年升幅是3.2% 市场原本预期是3.3% 最新的数据就是小过市场的预期 亦比9月份的数据3.7%有所回落 按月没有增长 市场原本预期是上升0.1% 辟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按年的增长是4% 略低过市场预期的上升4.1% 是连续第7个月放缓 按月比较上升0.2% 市场原本预期按月是上升0.3% 在物价变动当中 佔整体CPI比重最大的住宿开支 按月升0.3% 相比9月份上升0.6% 其实是减了一半 另外二手车和机票价格都有下降的情况 CPI和核心CPI的增幅都小过预期 上日十年期美国国债大幅回落21个基点 去到4.429厘 是9月以来的低位 美股大幅做好 对息口敏感的科技股升2% 上升9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导致一度升近600点 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看到就非常亢奋 但是在现水平进一步加仓 美股是否一个好的选择 Ryan 你的预期就是说 这个减息的憧憬 是否令到后市会继续亢奋 暂时来说 市场对息口的预期 基本上大家 你看你的期货 接近100%都认为 今年的息口已经见了顶 甚至去到1月 都未必会继续加息 什么时候减息呢 我想这个仍然是分歧的 暂时来说 大家未那么乐观 会觉得明年第一季 就立即和你减息 减回去 不过 现在的情况 大家开始在想 你过去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加息 和通胀的回落 是否真的有关系呢 当然这个不是市人最关心 市人最关心就是 那个融资成本 是低了 市场的资金成本 是低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自己会觉得 乱稠局 我想短时间内 真的不会减息 减下去 原因就是 你一班官员都要注意自己的声誉 和公信力 你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在说 他会不为余力地 应对着通胀 去做一些货币政策 你也是用货币政策 去针对通胀 如果是这样 你现在减息减下去的话 那其实就意味着 你过去的那个加减息 就和那个通胀没什么关系 那这个我就会觉得 在这个背景之下 会令到就是那个 息口在现在的高位上 横行一段时间 短时间来说 美股其实我想 就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亢奋 如果你说 现在加创好没有 就是再追回股份好没有 我想就 是理想不好的 但是真的要注意一个 就是注码 现在不是一个 真是很大单边市 但是会是一个 美股转趋强势的一个市况 那我想 如果我举个例子 具体的这个 你投资组合 你真的完全没有美股的 你现在落入一些重磅 强势的美股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不是 我已经整个手都是这些 NVIDIA NVIDIA 甚至是苹果 你整个手都是 甚至乎 你已经爆了瘡 那你就 就无谓再加了 不要太贪心 始终要控制住 那个风险 是 好 其实看到 那个情况就是 昨天美股大升 但我看到 美元其实近日 就开始转弱 这个趋势 你会如何解读 以及对后市 你觉得有什么影响 哦 其实是很合理的 因为现在你 那个美股转强 就要建基于 市场对联储局的 息口预期 是 建顶 甚至乎有一个减息的 机会 这个自不然令 美元是走弱的 嗯 因为你那个货币政策 就是偏夹 那么你会令到 那货币是趋弱的 嘛 与此同时 你其实也都见到 很明显就是 那个债息回了下去 是 因为你在一个 减息的环境 嗯 理讯上 你就一些定息的 产品 会受欢迎一些 嗯 是的 那这些其实也是 暂时来说 不是一个 很奇怪 或者很 不合逻辑的情况 那么 这个是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是一件好事来的 投资者最怕就是 看到一些 没办法解读到的 或者是不可预见的 嗯 所以暂时来说 美股那边的 就是强势呢 我自己会觉得 都仍然可以 持续下去的 嗯 是 那你会觉得 你这个预视是 去到今年年底的 我想今年年底先 是 因为 其实不是没有变数的 是 留意着 在过去一年 美国的息口呢 是实在加得太急 嗯 而这个加得这么急 通常货币政策 尤其是息口呢 对于经济呢 大约有半年 至到九个月的 延后的效益 嗯 如果你加得这么急的息口呢 你想想 企业的融资成本 资金成本高了 其实它是会转嫁 在一个消费者 或者是 end user 那些顾客的身上 那其实这个 是会造成 那个通胀又上回去的 那所以 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所谓 效尾效应 或者是一些延后的通胀 可能去到第四季的下旬 我们又看到通胀 都仍然是高期的话 那市场的收益 可以转变得很快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将来 明年 可能Q1 或者是上半年的变数 嗯 好啊 好 我们看看港股上日的情况 跟Ryan谈谈谈 那么多措施的传闻 对港股后市有多大刺激作用 好 看看恒指上日的情况 恒指昨天高开68点之后 最多升139点 之后一度跌67点 收市跌29点 收报17396点 跌幅0.1% 博指跌24点收市 收报5964点 科指跌29点 报3951点 大市全日成交767亿8千万 北水再度转为淨流入 吸资13亿6千万 再度二买由ETF为主 盈富基金 吸资10亿5千万 马可数字科技 有8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一起看看淨流出 美团有3亿的北水淨流出 小米有1亿9千万 中国移动有1亿5千万 好 说说大市的情况 先看彭博昨天的报道 政府计划最快在今个月 推出三大工程 具体实施的计划 将会提供最少1万亿元的低成本资金 去稳定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三大工程的建设 即是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城中村改造 和平急两用的公共基础设施 报道引述消息说到 人行计划通过抵押补补贷款 PSL和特别贷款等 分阶段向政策银行 首先注入最少1万亿的低息资金 再由银行传到发展商 就是做房地产建设和城中村建设等 有报道说到 这是副总理何立峰 主导的稳定楼市新措施之一 不过补充一句 实质金额可能有变 另外 今早内地的报章 也有不少头条 就是说 未来大家可以预期有一个降准的情况出现 有几样东西 首先 第一就是刚才说到1万亿的救流市措施 第二就是说 降准的预期 第三 接下来很快就会看到的集败会 先说短期气氛上的利好 加上昨晚的美国债息急跌 你会看恒指后市是否能够看好些 昨天夜期就上回50天线上 你看短期内 港股有没有机会上冲1900点 好像暂时比较乐观了 进取一些 机会不是没有的 如果你真的上到1万9点的话 当然你整体的走势就逆转了 那我们先看走势 如果看港股的走势 留意一样东西就是过去几个月 8月开始 其实每个顶都会低于上一个顶 而最新的顶是今个月 是6号的1037个位 那我们就要看了 首先1037这个位能否突破呢 如果这个位突破呢 那我们看下一个阻力位的 下一个阻力位是大约100天线 1438 那我们当它18500点左右的水平 那这些位置穿了才能数到1万9点了 那你上方还有点阻力去 暂时会压制市 那通常要冲破阻力 都要比较大小的动能 那游行呢 你见到第一 人民币走强回 那个港股也是走强回 那你 那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